Minecraft 早安啊各位 早安啊各位 今天又來到我們這個久違的Minecraft時間 那總之我們今天要做什麼 其實各位應該也都知道 在我們昨天好不好 昨天的時候 就是沒有拿到 珍珠和利硬桿嘛對不對 然後沒有食物 反正我今天呢就是要盡量收集食物 然後去打終界龍吧 我這邊有23塊肉 其實應該夠吧 3根利硬桿 我這邊有珍珠嗎 我有6顆珍珠和2顆眼睛 所以我其實只差一點點 這邊還有一根利硬桿 4根 OK各位 我們現在 就來去地獄好不好 做一個盾牌好了 因為要打利焰使者盾牌 很重要 上次我就是迷路 走不到我們之前的地獄堡壘 我希望這次我走得到 喔 我覺得我以前應該是走這條路 肯定的 對 對 我找到我找到了 一定是這裡 這裡一定是我之前走的路 對對對 各位 對對對 我以前是走這 我終於找到路了 為什麼不找阿斯玩 因為阿斯不跟我玩啊 你懂嗎 哈哈 沒有 我也不知道阿斯最近在幹嘛 他不是最近一直在拍片或幹嘛的嗎 阿我沒有遊戲要找他玩 那就沒有要找他玩 對不對 阿為什麼不找蹦頭玩喔 真的假的 你們有人知道誰是蹦頭嗎 各位觀眾 我問一下你們有沒有人知道誰是蹦頭的 你們知道蹦頭是 ROBLOX的 大師嗎 我還找不到有一個 玩ROBLOX的實況主裡面操作比他好的 沒有這種玩弄阿 蹦頭是我看過操作最好的 ROBLOX玩家 你們有沒有人在玩ROBLOX的阿 我蠻好奇的 問一下 你們現在在這裡有沒有人有玩過ROBLOX的 可以留言在下方告訴我 你們知道我玩ROBLOX的理由很簡單 就是因為我捏了一個我覺得很好看的角色 那為了繼續看我的角色在其他的世界活躍 我只好繼續玩這個遊戲 而且我的角色捏的又比之前更好看了 你們懂嗎 因為我覺得我之前捏的那個還是有點 瑕疵在他 他還是太像ROBLOX的方塊 那個樂高人 但是我現在的角色不像樂高人 我覺得我捏的超好的 你要怎麼把一個 積木人捏的有色氣 這個是非常的講求學問的 你們知道嗎 怎麼拿不到那麼多珍珠阿 七八九 我想要多打一點珍珠 不然我怕都能夠 珍珠14顆咧 其實夠了啦 我們回去了 夠了夠了 很久不見 還有到年八九 看的到年十三 琴到年十六 所以拜託 我們還是第一次